小韩大韩变成一团 如果说一天睡觉是六到八个小时 也就是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 那这个时候刚好就是在这个期间 所以动物就开始冬眠了 很多动物那人高级一点不需要 但是也要少出去作业 能在家能多这个培养自己这个身体的阳气 养好一冬 这个身体才会更好收藏 留着身体是本钱闹个命 有身体换其他任何东西 需要的东西 好的东西 那有人说大韩听上去肯定比小韩冷 那在历史上有可能 那现在中国的这个整体的 近百年的这个温度 小韩整体上 比这个大韩还冷 最冷的时候 那说是 这以哪个地方为准呢 其实这个二四节气 早在这个淮南子 五迅的时候 五迅的时候 就已经有 在之前 在之前 有的时候是 历四级历八级 历春历夏历秋历冬 冬至夏历冬至夏历秋 这些 后来玩玩演话 成体系丰富 也就是说 把一年分为二十四等份 这个是阳历年 我们下节课 24节气 七十二后 将会普及一下 这个 具体的话 那个时候定 是以长安为准 而有的 你比如说测这个 呃 地方石有的算盈利的 有的都城那个时候是在那个洛阳 那就以洛阳中越 那就是看从哪个地方人观测的 测的这些数据就以哪个为准 有人说还有具体 那你还有具体 那就以皇帝的这个都城 再具体像他坐下的宝殿 有人说这边有个石头没法建 那就不算皇帝 那就算那个石头为止 没有太纠结这些 还有的就是以昆仑山 说是什么西米山的 就以这个 绝地天通 天就是中心在哪 这些东西 有机会再深究 这个民间有一句 这个叫3949不出手 这个小凡刚好从冬至数九 剩下六天 就已经到了这个 这个29中间了 到39的末端 已经49的开始 但是前三天 这期间都是小凡 所以说如果是3949中间最冷 那就是小凡最冷 这个南方北方也不一样 以哪个地方为准 就是以那个地方 这就不迷信了 好了 小凡之后呢 就是有这个吃拉拔蒜的 拉拔粥啊 大概是这个时期 大概是这个时期 而这个二十四节气是以这个太阳 回归年 为准 所以说上半年来 621下半年来 这个823 就前后差一两天 就是这个 小凡这天开始也开始有着不同的二十四种花 叫季花 五天一种花 二十四种 每个月呢 也有每个月的十二种 看来是什么呢 在这个粒子里面 我可以再次备下午 词